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咱们面前 因为她已经死了 你杀了她 谁叫她老打你主意 一个死生子而已 死了就死了 只要沐家脑子没什么问题 就不敢和咱们彻底闹掰 爸已经决定和王家联姻 到时候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 我 不想嫁 姐 你先得摆正自个儿身份 这里是 没想到我到蓝星了 这副身体的原主人 也叫沐尘峰这个名字 我原本是仙界万年难遇的天才 不足千年 就修行到先帝境 然后再到这几点 领悟到了道体源流 让我可以冲击更高境界 没想到 走路消息 被三个先帝偷袭 强行索要道体源流 虽然我灭杀两个先帝 但还是生死倒消 侥幸只有一缕元神逃走 早听说蓝星法则缺失 灵气稀薄 没想到遭到这种程度 这种情况 我最多只能恢复到聚弃五层的实力 既然得到了你的身体 我也继承了你的因果 你的仇我会报 你的家族我也会庇佑 等结束这因果 我再杀回仙界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沐家人 蓝星虽然没什么修行者 但是这样一幅风景也挺有意思 我当然知道你是沐家的小姑娘 大半夜的一个人在外面 是不是在找哥哥我 放开我 我要去找少爷 少爷 你说的是那个私生子啊 小姑娘长得这么水凉 来来来 让哥哥帮你检查身体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干男人都爱干的事 几个烂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还挺像你们干得出来的烂事 正压人办事 不想干的人滚 他大半夜出门找我 你们打他主意不问问我的意见 你这废物 怎么提你你就出现 少爷 终于找到你了 打扰我兴致 把他废了 扔远点 怪就怪你 自个儿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我劝你最好别动手 不然待会儿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知道 你们一群恋恋的 跟我一个修仙的叫什么劲 你 你刚才说 要废了我 我坦克是正美 你就是个私生子 我知道你是姓正 废话真懂 吓死了吧 现在没事了 我以为竟要被他欺负了 心天道体 这姑娘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好好调教调教 未来肯定能成就新帝 没事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 家主还等着少爷回去 先不管那老头 咱回家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沐尘峰 我要你生不如死 哥 我被人欺负了 沐尘峰这孙子下手老狠了 老黑了 哥 他打我 就等于再打你的脸啊 要是传出去 让你的脸往哪放 什么 你被沐尘峰揍了 他在哪儿了 天二化虎 是吧 就这样 挂了 能用的东西 什么事都办不好 没个轻重 不要滚 马上叫人 跟我去天二化虎办事 妈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少爷来了 我给少爷泡茶 路上碰到雨林 就一起过来坐坐 泡茶的是我自己来 你现在是病人 还是得先好好休息 让你费心了 人还在上面 你直没动静 所有人都不准留守 出了事我担着 走 哟 穆大少 你也在这儿 谁给你的这么大胆子 给你半分钟带上你的狗滚出去 穆大少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麻烦再说一遍 小黎 外面怎么这么闹 你进去陪着阿姨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嗯 你小心些 给了你们机会 既然都不想走 那就留下来喝茶吧 别我弄死他 哥 你喝茶 你坐下 我抬头说话脖子不舒服 好嘞 谢谢哥 说吧 这事你想怎么收成 三十万 让哥您消消气 两百万 哥 会不会太多了 你们这么多人吓着我 什么时候到账 你什么时候回去 没用啊 东西 还不赶紧去办 哥 稍等 等会就到账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脖子不舒服 来给我捏捏 好嘞 力道合适吗 速度挺快 你走吧 不过还有下次就不止这点钱了 是是是 以后一定不敢再得罪哥 小弟 我先走了啊 郑少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郑少 要不要再叫小兄弟过来 要不是你们没用 我能丢这么大脸 回去了 慢慢收拾你们 正北大半夜出去一趟 怎么回来就变成那副样子 小少爷和别人起了冲突 吃了点亏 赔了两百万才算善了 这会儿家主正在训斥少爷呢 我这老弟平时自负惯了 吃些亏也是对他好 吴小帆的行程打听清楚了 吴小帆是燕北吴家的掌上明珠 和他处好关系 以后对郑家百利无遗憾 吴小姐明早八点到渝州 三天后才回燕北 她第一站去崖洞 知道了 安排一场偶遇吧 好好休息 最近都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了 我保证 别走 我害怕 有些睡不着 那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 骗人是小狗 哈哈哈哈 我要是骗你 我就是小狗 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 听说牙洞有人卖孤独 明天去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对恢复修为有用的东西 诚说 你尝尝可好吃了 我的职责是保护好小姐 就不吃了 吃我一个人玩 多没意思啊 我去那边看看 这么巧 没想到 会在渝州碰到吴小姐 你谁啊 我认识你 三年前在燕北 我见过吴小姐一面 吴小姐来渝州 正巧我也有空 要不 带你逛逛牙洞 也成 有个本地人做巷的 我也省事 诚说 就让他跟着好了 是 小姐 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旧物 但也都是繁品 对我没什么用 这块玉佩应该有上千年吧 并且玉佩中还蕴含的灵气十分充沛 老板 这玉佩怎么卖 小伙子 眼神真好 这可是西州的 好几千年呐 要是成心要五百万 西州 我看是上周的 五百块我拿走 成交 诶 这玉佩挺漂亮 老板多少钱 密信道账五百元 不好意思 已经是我的了 他不是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 他怎么也在这里 难道 沐先生 我花五万向你买这件玉佩 你还满意吗 当然 不满意 他好像变了个人 诚说 我有些不开心了 小姐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投了 小兄弟请留步 怎么 抢买不成 准备抢抢了 小兄弟 我出五十万 买你这个玉佩 亏死了 我亏死了 五百块的玉佩 转手就卖五十万 哎呦喂 这年轻人赚大了 哦 我不卖 那小兄弟今天 你就走不了了 玉玲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嗯 你一定要小心 看来 你还是想用抢的 小兄弟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 你这辈子都得罪不起 这世道 就是这样残酷 好可怕的气势 这年轻人 看来又遭殃了 你说的没错 但很明显 我不是你能得罪的 你是什么人 啊 成叔是宗师敬高手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什么来历 我家家主的私生子 沐尘峰 私生子吗 哼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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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